8月4日 美国南加州华人总商会会长王爱玲 在洛杉矶圣改博士举行了欢迎会 欢迎总商会四川分会会长刘焕成一行 到访洛杉矶并到总会交流工作 欢迎我们四川分会的刘焕成会长 到我们洛杉矶来指导工作 跟我们一起合作今年的海外华人华侨的 进驻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中美建交 40周年这个特别有意义的活动 我们这个活动将在9月8号 在美国的Ubarlinda的尼克松博物馆 在这个地方举行 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希望我们这次活动能够圆满地成功 总会全体理事对刘会长的到来表示欢迎 十分高兴他到访美国总会总部 刘焕成会长至此表示感谢 并汇报了分会成立半年来的工作情况 分会得到了总会的具体指导 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 同时还带来了四川家乡人民 对海外华人的亲切问候 为了这次活动我们真的中美建交40周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为了这个我们中国的华侨 包括我们中国人也积极的参与 做好这个纽带作用 特别我们华人商会 作为四川峰会 我会努力地尽力量地 根据总会 王会长的要求 把他工作做得更好 刘焕成会长 还带来了旗袍舞台剧 以加强中美间的文化交流 此项目得到了四川省委 和四川省文化传承发展战略研究会 百年传承艺术团的全力支持 百年传承艺术团的全力支持